扎哈贝与巴坎布展开对攻,扎哈贝VS巴坎布,2比2,此前9轮,北京国安打进21球,是进球数第二多的球队,广州富利则打进19球,仅随其后,再在失球方面,富利9轮失了20球,仅少于排名第一的贵州横峰24球,与大连一方并列第二,北京国安则被打进14球,也不算少。 这两支球队的前场都是中超顶级水平,后场则都是暴击水平,由于雷纳迪尼奥因伤缺阵,富利主帅斯托伊科维奇,太上陈之招顶级他的位置,富利的首发又二代球员,依然是后腰马去量,鲁林依然是首发左后卫,斯托伊科维奇也是这自己赢球就不辨证的习惯。 在前,外界将这场比赛视为对攻战,也是为富利当家射手扎哈维与国安拉加前锋巴坎布之间的较量。 此前九轮,扎哈维打进7球,排名射手榜第二位,巴坎布则有5球入场。 从全场比赛的竞争看,扎哈维和巴坎布确实在较量着,上半场。 巴坎布在第八分钟推射圆角首开记录,5分钟后,扎哈维杰鲁林左路传中球,凌红射门搬平比分,一边在站。 第75分钟,扎哈维杰鲁林开出的脚球用小腿破门,第八十三分钟,巴坎布偷锤破门,再度将比分搬平。 两名射手各用两个进球,诠释了对攻战的含义,但在对攻战的背后,是两队同样缠入的防守,就拖住了他们赢球的脚步。 此一之后,扎哈维的进球打到九球,暂时只落扣牌在射手榜榜首的无类一球。 复利将帅在后都想登长城,门将成月累,也后卫藏妙。 中卫李提香,中棋场的陈俊昭,广州复利不少首发球员都与国安有过多或少的联系,其中大部分是失忆者。 而戴上为掌秀标的国安中卫宇洋,此前也曾效力复利,复利万人乌索效力山东鲁能时,曾攻破过国安球门。 国安球民是记着这件事的,全场比赛乌索的名字被喊得最多,遇主队球员还多。 在这场互相伤害的比赛中,两队都没能笑到最后,客场作战的广州复利显然更满意这一结果。 上赛季,广州复利同样是在客场被北京不安以2比2逼平,复利先是两分钟内连接两球,之后被逼平。 那场比赛,则托一颗为其弦的沮丧,而本赛季的造反北京之战,他有满意的理由。 复利在战术执行上,没有受到雷纳迪尼奥尔确诊的影响,而在精神层面,球队顶住了攻击魔鬼猪场的压力,全身而退。 这是斯托一颗为其满意的理由。 复利被打进第二球时,斯托一颗为其在场边表现得很激动,当时我想自杀,幸好我的口袋里没有武器,我想大家也希望看到我活着。 开完玩笑之后,斯帅接着说,当时我有点沮丧,我们的总体表现非常好,我们清楚活着的打法,我们是被他们逼平的。 精华被搬平时很沮丧。 但在灾后,斯托一颗为其显得很开心,我明天要去参观长城。 北京是历史非常悠久的城市,我希望亲身感受这座城市,希望大家不要认出我,我会戴上牙蛇帽。 扎哈维也表示,如果球队允许的话,他也想登上长城去看一看。 5月19日,广州富丽将迎来中超第十一轮的比赛,在主场迎渣河南戒业,正式为期两个月的间歇期,开始前的最后一轮中超联赛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